全新没有人住过的单位 N-Log单位 就是距离我们的Touch Check Point 大概是在15-20分钟左右 你要吃喝玩乐什么都有 欧式这样子的感觉 全部保持到非常的好 左右旁边的设计是有这个青色的地 就是非常高的Sealing High 它的格局呢就是你也很明显 可以看到它是三层楼的 它旁边是有一个Public Area 有一个小小的光源这样子的感觉 大家好欢迎收看甜妹卖方 今天啊我带你们来到我们的 这个Eco Botanic区 看一间全新没有人住过的单位 然后我现在身处在的位置呢 其实就是我们Eco Botanic的 这个Grashtan款式的物质的前面 然后今天要开箱给你们的这一间 它是一间N-Log单位 它旁边是没有物质 有一个小花园这样子的 before看物质之前 我先跟你们讲下这个区域的地点 它的地点呢其实就是距离我们的 Task Checkpoint 大概是在15-20分钟左右 然后这里去我们的Nusia Central Buket Inda Buket Harbour 这些 通通都是在10分钟左右而已 所以你要买东西吃东西 全部都方便了 再加上近期Eco Botanic都非常旺嘛 这边你要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啊 OK 这样我们带回来看这个小区 首先我们来看的这边 它是一个Free Hove的Poperty 一个Project来的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整体哦 真的是像很像欧式这样子的感觉 全部保持到非常的好 因为这边哦 它是一个Strada Title的一个Project来的啦 所以你看外形基本上不可以改的 住在这边呢 就是一个比较惬意这样子的享受啦 好 这样我们转过来这边 其实就是我们的大门口处啦 今天要介绍给我们这间单位哦 它一共是有2.5层 所以它是有一个Lower Floor在下面的 你的车是停在下面 然后这一层呢是它的客厅已经出房 上面就是它的睡房这样子的感觉啦 OK 这样我们先进来看这一边 首先咯我们一进到来这边啊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设计非常特别哦 是需要一个往上走的设计啊 当然如果平时你们回家的话 是从楼下那边上来啦 这个我们可以讲像一个后院这样子的感觉哦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左右旁边的设计哦 是有这一个青色的地在这边哦 所以你们想要自己种什么都可以的啦 OK 然后再过来一点点 这边就是有一个小走廊这样子 所以你们要放些桌子啊还是放些鞦韆啊 这些在这边都非常的漂亮哦 往那一点点走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门哦 是采用这一种黑色边框的这一个门哦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这间单位的这一个客厅的区域啦 这间单位哦 它的土地面积啊 一共是有26x75那么的多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一进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比较宽的格局来的 OK 然后这边的话呢 你就可以放你的电视机在这个位置 然后你的sofar就放在这个位置咯 这样我们再过来一点点 啊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幻庭区 或者是活动空间啊 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很长的空间哦 所以如果今天你不要把dining table放这边啊 你放那边你OK 然后像这个角落你可以做你的会客区啊 还是可能讲你们一些小聚会的地方啊都很不错 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宽哦 就看你们怎样发挥你们的创意去摆放啦 OK 然后再过来一点点 这个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这个饭厅区 然后也因为它是end lock的关系啊 所以你看到它四周围都有这些窗了 然后这一个部分的话呢 它就是非常高的silling high 因为它是一个两层半嘛 所以它silling high就非常的高咯 好这样我们再往内一点点啊 就来到我们这一个厨房的区域哦 你看它这个厨房 它很好的点是吗 它已经做好这个封闭式的了 而且这边是有一个门这样子的感觉的啦 如果今天你煮饭的时候 你就把这一个门关起来 油盐就不会去到你的客厅去咯 OK 然后过来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些灶台啊 全部都是做好了 讲真的这点单位其实是原装星星 没有人住过的 你看灯都没有装过了 所以你买这点单位哦 就好像你买一间新屋子一样啊 OK 然后过来这边的话呢 我就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哎呀前面的view就是这样子的感觉的 你从对面看过去 你就看到它是一个三层楼的 像看完厨房 我们去看隔壁啊 隔壁就是我们的这一个长辈房啦 它是一个四四方方这样子的格局 今天你要放双人床 放长头柜 放衣橱 再放书装台 这些通通都装得下啦 我们讲standard size的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的空间感是蛮大的啦 OK 然后它的厕所呢 其实是在外面的这一个部分 它就没有attached bathroom 因为这一个是你的一个 common area 这样子的感觉嘛 所以这个也可以做你的powder room 它的厕所哦 磁砖全部通通上完给你了啊 这样子的话 我现在带你们去看我们楼下的部分哦 下来楼下的部分了啦 这一条道路哦 其实就是你们从gut house进来哦 就会可以进到你的家门口 所以该那一个楼层哦 是你的一个休闲 然后一个客厅这样子的区域 这个才是真正你停车的地方啊 首先我们先来看外面 它外面这些空间哦 哎 已经很明显 看到左右停了两辆车 中间还是有位置给你过的啊 所以不会太窄小的 然后过来这边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车房的区域 这个车房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全部磁砖是上完了的 而且啊 这个门啊 也是走这种欧式 很漂亮这样子的感觉哦 然后它的格局呢 就是你也很明显 可以看到它是三层楼的 刚才我们在的那个位置 就是中间的那一层楼啦 好 这样我们再过来一点点看 这个车房哦 非常的宽大 因为刚才我提到 它是26车的嘛 所以我觉得你停三辆车 都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边的话 就看你要放生态啊 还是放一些laundry area 还是storage area 把这个风起来 小杂物放在里面都OK的 好 这样我们再过来一点点看 这个就是它的门口处啦 OK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哦 其实是有做好这个水扣给你的 所以你洗衣机 其实可以放在这边 这样你推出去外面 塞也比较方便啦 就看你们要怎样的设计咯 然后这一边的话呢 它就有一个小小的storage room的area 也是给你收杂物的啦 OK 这样好 基本上我们就看完这个楼下的部分了啦 现在带你们看最高的楼层 好 这样现在我们上到最高楼层了啦 before我们去看房间之前咯 先给你们看一下它的material 这个是一个铁质的扶手 然后它的地砖呢 是这种有纹路的地砖哦 它整间加全部采用的地砖都是一样的啊 这个楼层来讲的话 基本上它是有三间房间的啦 然后我的这个左手边 你就可以看到 它这个是非常高挑 小ceiling high的一个单位来的哦 这个方向的话呢 它就是有两个房间哦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空间 这样子啦 如果你要放一些摆饰品啊 放一个植物在这 诶 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给家里添加一点的 绿色的感觉啊 OK 好 这样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房啊 这个房间的话 一样是四四方方的格局 它这个款式哦 我可以讲 基本上每一间房间都是非常的大的 我觉得你们 雷信一下放的东西 床 艺术 窗 贵重 书装台这种空中都可以放 甚至你要把它分开 另外一个空间 办工作区 我觉得都可以啦 然后这个房间的话呢 它就是看向我们的前方的 就是那个车房的方向 然后它也有自己的 attached bar 放在这一个部分的哦 然后也是可以快速给你们看过一下 它也是上了磁砖 到一半啦 然后上面就没有上磁砖了的 OK 这样我们去看隔壁的房间 隔壁的这个房间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 mirror image 这样子的感觉啦 就是the ballet 因为刚才那间厕所是在这一边 这个厕所在这一边 OK 格局方面也是一样的啦 size也是一样的 而且你看到它旁边这一边啊 也是有这一个采光窗的哦 再来我觉得可以给你们看一下这一个旁边的部分 它旁边是有一个public area的 我觉得也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啊 它旁边是有一个小小的光源这样子的感觉的啦 OK 就不是贴着屋子的 好过来这一边 它就是有它自己的attached bathroom 基本上就是新鲜美美的一间家 好 这样过来的话我们就来到我们的这一间屋子的主人房哦 哇这个主人房也是非常的大哦 OK 你这边啊 中间啊 你放了一个case在床左右 你要再放床头柜这些都放得下没有问题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哦 是已经保留了这个做电视柜的这一个area给你 你可以做一些view in的电视柜 然后放你的电视放在这边 哎 这样整体感觉就不错哦 过来这边的话呢 就是看我们后面屋子的景色啦 你可以看到这个景色也是非常漂亮哦 就是我们该在一开始在楼下那个公园的景色啦 好 这样我们过来这边 就是你可以做你的wall in wall drop的区域啦 这边哦 你要做一个厨柜大大复 我在这里也没有问题 然后你再放一个梳妆台在这一边啦 这样它就是有一个wall in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再过来呢 就是它的这个主人房的厕所啦 主人房的厕所 它就有额外做好这一个干湿分离的玻璃给你哦 洗漱台这些基本上也是做好给你的 基本上我就为你们开箱啊 我们这一间位于eco botanic 两层半end lot的拍屋了啦 为你们做一个小总结 这间单位呢 它是在我们的eco botanic区域里面 然后众所周知 eco botanic近期也非常旺 所以你吃喝玩乐全部都非常方便 包括这里附近也有学校 还有就是如果你要去抓姓工作的话 这也是15到20分钟 就可以抵达的一个地方来的啦 OK 然后今天介绍给你们的这间单位呢 它的土地面积一共是有26x75 它一共是有4房4侧那么多 而且它还是全新没有人住过的单位啊 所以你买到进来住 就是很像住一个新单位那样哦 OK 今天这一间全新的单位要卖你多少钱呢 答案是它要卖你150万而已哦 如果今天你有兴趣又来线下看这间单位 或者是你在找着新山任何其他产业 在布兰尼有新山或者是Escandal不去区 物质相为托出足一处说话 欢迎您随时联系我 我是甜妹 我们下期见